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播報 今天呢大致上還是在西南風的影響底下 不過明天呢整條的環境會稍稍有所改變 太平洋高壓會持續的犧牲增強 因此天氣上來說呢會是日趨穩定 不過呢當然還是比較偏向炎熱的一個形態 山區呢會有局部的午後日子有發展 在一些雷震雨的現象 平地的部分呢相對會是比較穩定的 不過呢高溫非常炎熱 因此呢在戶外活動要特別注意 補充水分以及注意好防曬了 再來我們看到衛星雲圖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大致上呢 台灣附近呢受到西南風的影響 不過從明天開始的環境會稍稍有所轉變 整體來說台灣上空的雲層 雖然有一些雲層 不過呢整體的雲層屬於中高層的雲層 大致上陽光呢還是可以穿過這些雲層來到地表 也不會造成什麼降雨 因此來說整體來說台灣附近的水氣都是比較少的 而在未來幾天呢我們可以看到 從降雨部分可以看到 整體來說太平洋高野的勢力會逐漸的往西邊伸展 因此呢整體來說環境會從 西南風呢逐漸的傳偏南 以及我們東南風的環境 整體來說水氣都不會是太多的 所以整體來說降雨部分還是以我們本島上空 日後都有發展帶來一些雷震雨的現象為主 整體來說到了週末 整體來說高壓中心會逐漸的來到我們的 琉球群島以及我們東方海面一帶 整體來說天氣會更加的穩定 我們從降雨的部分來看可以看到 今天大致上在西南風的影響底下 在中南部的沿海還是有出現一些震雨的狀況 不過到了明天呢 這種狀況呢就會逐漸的改善 到了明天之後呢太平洋高壓 逐漸的伸展過來之後呢 我們台灣附近的環境會從 西南風轉天南 再往東南方向轉 因此呢 在沉澱的部分中南部的地區降雨就不會太有了 而且呢整體來說 還是以我們山區五厚熱隊友發展的 呃 帶雷震雨的狀況為主 明天到後天呢 大致上台灣附近還是在高壓的邊緣 五厚熱隊友還相對比較明顯一點 不過到週四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太平洋高壓持續增強的狀況 因此呢 熱地山區的五厚熱隊友發展會更加的不明顯 會逐漸的更往山區集中 冰地部分呢 大致上就不會有什麼明顯的降雨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未來幾天的降雨分布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明天到後天呢 但是大致上在高壓邊緣的環境呢 我們可以看到五厚熱隊友的迅滑還是比較明顯 可能會有一些局部比較大的雨勢出現 而且平地部分呢 在熱隊友往北邊擴散的情況底下呢 在我們大臺北地區 大臺 呃台北新北 以及我們基隆地區呢 可能會出現一些五厚雷震雨的影響 然後到週四之後呢 那平洋高壓持續增強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增加了五厚熱隊友的強度呢 以及範圍呢 都更加的往山區集中 平地部分呢 大致上是維持穩定的 而到週末呢 大致上都是相當類似的一個情況 平地部分都不會出現什麼降雨 不過要特別留意的就是高溫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呢 未來一周的高溫趨勢在 呃北部以及濃漫部地區呢 明後天大臺會相對的低一點點 因為呢 會有一些五厚熱隊友的現象 不過從週四之後呢 高壓持續的增強 降雨會更加的減少的情況底下呢 氣溫會逐漸的再更加的上升 又是容易出現到37度到38度的高溫呢 因此大家要特別留意在戶外活動時 要特別注意到 防曬的部分 中南部地區呢 雖然高氣溫 整體氣溫來說呢 會相對於北部沒那麼明顯 不過還是可以來到34到35度 還是非常的嚴熱 因此呢 在戶外活動要特別留意到 呃 要多補充水分喔 才不會有中暑的一個狀況發生 在重點提醒一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這個狀況期間呢 大致上天氣都是相當穩定 空氣平質也非常的好 在明天白天呢 上午各地呢 大致上還是可以維持 情到多雲的天氣 不過呢 在下午時段呢 如果要前往山區活動 呃 觀眾朋友們要特別留意 還是會有午後雷震雨的發生 再來就是平地部分呢 以及我們大臺北地區 以及我們的基隆地區 還有可能會出現一些午後雷震雨 因此在早上出門的時候 無比要把傘帶在身上了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博包 joining us in the community 請你 At The Twins 北地區 反正 巴地區 雷震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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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活動 雷震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也遇过以下状况吗? 出大太阳的好天气 准备看场期待已久的演唱会 表演还没开始 雨丝却开始飘下 甚至还变成潘沱大雨 其实您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客制化天气预报 拥有气象预报证照的专业分析师 小致一路段 移动房的预报范围 温度、湿度、风向、风速都不缺的资讯 提前决定预备或是延期 减少损失 您也曾为阴晴不定的天气所困扰吗? 快来找我们 办活动的最佳选择 客制化天气预报 感谢观看